到点下课到点上课 来我们共有讲完了 共有呢是咱们所有权当中的一部分 所有权我们先讲共有 后面咱们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这部分大家给我打起精神来 叫做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难吗不难 考试呢基本上年年考 物权法不考票据法就考 现在跟后面的都有关系 跟破产法也有关系 跟公司法也有关系 哪都有可能用到善意取得制度 这个原理你要给他告明白了 考试里一旦出了呢很简单 这个分咱们把它稳稳的拿住 那好讲善意取得 咱们用一个案例来引入 然后理解一下善意取得的原理 到底是什么 立法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那甲向乙借款十万元 为了担保该笔债务 甲将其自己拥有的一台机器设备 质押给乙 那好问你质押 是否转移机器设备的占有 是不是要把机器设备交付给乙呢 交付还不交付 交付对吧 因为是质押 质就是人质嘛 对吧 所以要转移战友要交付 由于甲乙这台机器设备设定的担保方式是质押 甲需要将该机器设备交给乙来战友 好这乙呢 这是个坏小子 占有该设备期间将该设备卖给了丙 丙对于该设备不属于乙的情况一无所知 其后乙支付价款后取走了该设备 以致丙向乙支付的价款符合该设备的市场价值 好了 这一句话 能提炼出来好多好多的关键词 这这你看这一段话看起来平平无奇 这里边全都是考试的体验 第一个 乙战友该设备期间将该设备卖给了丙 好你就接到这 告诉我乙的这种行为叫做什么行为 来乙的这个行为叫做什么 对海若有因说的对 叫做无权处分 嗯是吧 好无权处分 来第一个关键词 来第二个关键词 丙对于该设备不属于乙的情况一无所知 来咱们看这个这一个致点的标题叫什么 叫善意取得 对吧 善意的人才能够基于这种方式来取得标的无的所有权 那我们就要知道这里面的丙 这就告诉你了 关键词叫什么 善意 有的人说的对哈 这个丙是善意第三人 善意 好 其向以支付价款后取走了该设备 好 这又有一个关键词 这个叫做什么呀 取走了该设备 这个叫做动产 已经交付 已经交付了 是吧 最后一句 以至丙向以支付的价款符合该设备的市场价值 第四个关键词叫做什么 市价 所以你看平平无奇的这一段话 你用法律的语言翻译出来有这么多的关键词 如果这是这一道题 你答复这四个词满分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知悉上述情况后 假找到丙 要求丙归还该机器设备 好了到这你会发现 这里边因为乙的乱搞 因为乙的无权处分行为 有俩人啊 都会觉得特别委屈 谁呢 首先假委屈部 委屈啊 这个假本身是找乙借钱 把这个机器设备质押给他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主债权不能履行 主债务不能履行这个情形 是吧 结果乙就把这个标准物给处分了 假委屈吧 得委屈 因为质押毕竟不是转让 假只是将自己的机器设备 质押给乙 由于保管 但是乙竟然擅自给机器设备卖了 假很委屈 是吧 那并委屈吗 也委屈啊 我是个善良的 不能说傻孩子 我是个善意的第三人 我还是拿市场价格买的这东西 这东西到我库房了 我有可能都已经用这套机器设备生产了 你端给我拿走了 是吧 那我这个生产线怎么办呀 有可能我要因此承担巨大的损失 所以丙也很委屈啊 因为他无从得知 假和乙之间是怎么商量的 咱们看 这乙 他是不是占有着这机器设备呢 咱们昨天讲过来啊 动产 一般动产 什么对抗啊 占有对抗 以基于 以对机器设备的占有 咱们作为一个善意的第三人 就可以推断 这以是机器设备的所有权人 是这样吧 我正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推断他是所有权人 我给他付了市价 他把这些东西交付给我了 我都可能已经用上了 我对他们之前的这些 这个乱七八糟的事 啥也不知情 那我委屈吗 也很委屈啊 他只知道自己买设备的时候 这台设备在乙的手里 自己呢也没有贪小便宜 谁知道机器买到手 甲却找上门来了 所以因为乙擅自转让机器设备 甲和饼都有可能面临不利后果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法律里要选一个人来进行保护 选一个人进行保护 保护谁呢 咱们保护饼 咱们保护饼 我来帮大家掰开了揉碎 分析一下哈 咱们法律为什么要保护饼 那为啥呢 你看啊 这甲哈 本来这东西啊 它就出制给乙了 这东西甲就没有在使用 诶是这个意思吧 诶甲就没有在使用 那饼呢 基于合理的价格 诶它很天真善良的 基于合理的价格买回来了 那饼有可能这东西啊 已经使用上了吧 所以如果说你放任甲 把机器设备从饼那拿回去 返还原物 那有可能给饼的生产经营 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但是呢 甲本来这东西就不在甲那 所以不让它拿回去 对它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筹 那另一筹 有可能哈 这饼还把这机器设备 又卖给下家了 是吧 你到时候再让人家 叮拿回去 你有可能一影响影响俩公司 有可能后面还卖了五六家了 所以这个交易啊 一旦发生 你骤然的让这个交易停止 很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那波及面有可能非常大 所以咱们为了保护交易 保护交易秩序 保障物的流转 咱们法律保护谁呢 保护丙 那此时法律保护丙 根据善意取得制度 那丙取得上述机器设备的所有权 这个就是咱们的善意取得制度 好了 我在这儿哈 再补充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看哈 丙在这儿的取得 丙对这台机器设备的取得 它是一个原始取得 还是一个寄受取得 是一个原始取得 还是一个寄受取得 99%的同学答的是对的 它是一个原始取得 好 为什么不是寄受取得呢 我们来看 以丙在这个交易当中的前手是谁呀 是以 对吧 但是我们说 在丙交易之前 这个物的所有权是谁呢 是甲 丙不是从甲那儿寄受的吧 丙跟甲之前压根不认识 没有联系 对吧 那丙能是从以那儿寄受的吗 以没有所有权 它咋寄受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个基于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 而不是一个寄受取得 对 前手没有所有权 以没有所有权 那跟甲呢 压根就没搭过边 没有关系 所以丙 它是一个原始取得 好 那我同学 还有一个问题 说这甲怎么这么倒霉啊 把人在家中坐锅从贴上来 突然属于我的东西就没了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找无权处分人去追查 让甲 让以给你赔就完了 咱们一会儿会讲 好 这是咱们通过一个案例 对善意取得制度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来 咱们来看具体的规定 那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那 在上述这个案例当中 有以下几个条件 那 第一个 丙很无辜 他并不知道 这台机器设备不属于卖方 那 他只知道 这台设备呢 有意保管 没有进一步的理由 怀疑 以对这台机器设备的所有权 那 第二个 丙没有贪小便宜 他以市场价格购买 该机器设备 无辜 没有贪小便宜 第三个 乙和饼的交易 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饼已经取走机器设备 甚至已经开始用于生产经营 或者进一步卖给别人了 以上种种符合 善意取得的条件 那 第一个 无辜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法律语言 叫做善意 不贪小便宜 翻译成法律语言 叫做市价 第三个 生米做成熟饭 我们叫洞产已经交付 咱们考试当中 这三个关键词 你务必能够记住 这三个是咱们考试核心 你需要作答的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那构成要件 好了 有同学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虽然咱们考试不考 但是我有必要给大家回答一下 咱们实物当中有可能用得到 那我同学说 如果我是假 我该怎么预防这种行为呢 我给你一个好办法 你在那个机器设备上 贴一个大大的名牌 假公司 你沾那机器设备上 那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大概率很难认定 丙还是善意的 丙瞎吗 是吧 他买设备的时候 看看这个白纸黑 不是白纸黑字 这铜墙铁壁上写着 这机器设备是假公司的 然后丙说 哎呀我自己善意 我啥也不知情 人法官也不傻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很难认定 丙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 当然咱们考试 不会考到这个深度 考试里面丙是不是善意 他基本上都会告诉你 对有东西说 所以很多大车上面有 好 那我们再往下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这个善意 试驾 动产已经交付 首先来看一下善意 无辜即是指受让人为善意 所谓善意指的是 受让人不知道 转让人无处分权 且对此不知无重大过失 那什么叫有重大过失啊 你比如说 他这上面就 这个铜墙铁壁上印着 属于假公司 你说没看见 那你就叫有重大过失了 对吧 但考试当中啊 一般都会告诉你 知情还是不知情 据此判断就可以 大家不用深究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考试很爱考的 对于善意的判定 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最主要的判断的时机 咱们这个善意 到底是看他什么时候善意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陈某啊 这个替人保管了 这个一部分羊胎素 这陈某保管的时候 放自己家 觉得哎呀 动了坏心思了 说这我替人保管着 我给卖了 能赚不少钱呢 是吧 这个刘老师最近正在 这个重金求购羊胎素 陈某一看 行了 我卖给他吧 是吧 好 这个双方陈某和刘某 他是一个保管人 刘某呢 是一个第三人 好了 首先我们说刘某啊 不知情 这刘某呢 日常啊 就会从陈某这购买一些 这个护肤产品 这个所以呢 他就基本上认定了 这羊胎素肯定就陈老师自己的 他不漏嘴了 他就陈某自己的 刘某不知情 双方于6月1日签订了 羊胎素的买卖合同 好 然后呢 羊胎素于 6月2日交付 结果 刘某这个某天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跟他说 哎我说这个陈老师最近这什么都什么钱都挣 是吧 听说最近陈老家这个陈老家缺钱缺到自己把家里都装成库房了 是吧 替人保管了一批羊胎素 刘某一听 哎呀 我买的这批羊胎素不是陈老师自己的 这个陈某自己的 是这个陈某替别人保管的 刘某于 6月5日得知 阳胎素并非 陈某并非阳胎素的所有权人 签订合同 这个阳胎素还是市价购买的 嗯 好 我问你 刘某能不能善意取得这一批羊胎素的所有权人 能不能善意取得 有时候可以的 有时候不可以的 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呢 可以的 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咱们说三大主要条件 市价 善意 动产已经交付 那同学说刘某不善意啊 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们对于善意的判断有没有时间的要求 有 我告诉你什么时间要求呢 交付十点 这是不是合情合理啊 如果交付钱 你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啥乎乎的 要了 好 那我们至少判断你在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之时 你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 是吧 哪怕事后你知道了6月5号你知道了 影不影响你取得所有权之时 善意取得之时 原始取得之时 你的对你的判断呢 不影响 因为这是事后了 对吧 所以咱们对于善意的判断 以交付时间点为准 那所以判断的时机是动产交付时 如果受让人在交付后得知转让人没有处分权 则不影响受让人的善意 这是咱们2019年考题 考的就这一条 那这属于考察的比较细了 那说如果在签合同后交付钱呢 我问你所有权转移什么时候生效 物权行为什么时候生效 交付生效 对吧 动产的物权行为交付生效 那我告诉你是交付后得知没有处分权的 不影响受让人的善意 那也就是交付钱 哪怕是合同签订后得知了 那我们也不能认定他善意 好 这是第一个判断的时机 这考试考过了 那第二个判断的因素 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 是否符合交易习惯 如果不符合交易习惯 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从而不能构成善意 不理解是吧 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以本是售卖生猪肉的屠夫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悄悄的将饼叫至自己的家中 问饼 大哥你要那个 我这有一个机器设备 是吧 造芯片的 你别看我这个屠夫 我就有这个机器设备 你是饼 你能踏实买吗 是吧 本着基本的理性 饼也应该怀疑 这台机器来路不正 整个交易都很反常 那如果饼说 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善意取得 你装啥呢 是吧 咱们法律也不保护这傻子 是吧 所以我们不能认定 这种情况下的饼 善意取得 说光刻机 是吧 行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 你在这个 以前啊 我小 稍微小一点的时候 十年前吧 十五年前 这种马路边卖手机的 那种那时候 买手机都在那种 大的通讯商城里边买 诺基亚呀什么的 门口有那种大哥 一拉开那个军大衣 里边一排 大哥你要手机吗 你这一看 你就知道他这不是 正当来路的吧 是吧 正当来路谁 穿军大衣卖手机啊 是吧 跟那个大哥要盘吗 跟那个一样 是吧 这不可能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认定 这种时候的卖方 是善意第三人 好 这是关于善意 我们的判断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 好 后面市价 市价没什么好说的 合理的价格 受让人如果是无偿 受让标的物 或者支付的价格 并不合理的 不构成善意取得 判断是否构成合理的价格呢 根据标的物的性质 数量以及付款方式 等等具体情况综合认定 但是这里面啊 基本上考试不会考 考试就告诉你是市价 还是非市价 比如说告诉你市价一千元 交易价格也是一千元 好市价 市价一千元 交易价格五十元 好 不是市价 市价一千元 无偿赠送 那好 不是市价 那考试基本上就是 很简单的 会告诉你 那所以这里呢 不用深究 在考试范围内 那 好 第三个 生米做成熟饭 转而合同有效 且物已经交付 那 适用善意取得的转让行为呢 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 且该法律行为有效 那标的物已经交付 才能适用善意取得 那 来 看一个案例 在上述案例中 丙已经取走了机器设备 甚至已经开始用于生产经营 或者进一步 已经卖给别人了 此时 如果要求丙停下生产 或者找他的买主 把机器退回来 再归还给甲 会造成极大的不便 也不利于交易安全 所以才有必要 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丙 就是为什么咱们要求 已经交付 洞产已经交付 那 如果丙没有取走机器设备 也就是没有交付 它和乙之间 只有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 即使取消该次买卖交易 对于丙的影响呢 也比较小 这个时候 没有交付 就不是用善意取得制度 好 这是三个主要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呢 咱们考试考的不多 但是有一年 应该是2019年 也考过一次 这条也提醒大家注意 叫做 转让人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标的物 什么叫做 转让人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标的物 在我们刚才 阳开诉那个案例当中 转让人是谁 来 你告诉我 转让人是谁 陈某 是吧 同学是陈老师 这可不是我说的 也就是说 他是无权处分人 对吧 陈某 他是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标的物 我们刚才 那个案例当中讲了 陈某 为什么可以占有标的物呢 因为他替真正的货主 你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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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的 某位老师 他是真正的货主 他替真正的权利人 合法占有标的物 我们说 他是替人干啥 保管 斯老师 行 就不是我说的 这老艺术家 能不能来起诉我 他是保管 与之类似的 你比如说 陈某帮他加工 陈某租赁的 一批货物 或者租赁的标的物 等等这些 都构成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标的物 或者借用的 等等这些 都是可以的 问题来了 如果陈某偷的杨态素 陈某偷的杨态素 识得的 这个遗失物 脱手物 等等这些 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呢 我们说 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非常简单 为啥呢 如果盗窃物 脏物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话 那构成什么 构成 消脏便利 对吧 我们能让这种事发生吗 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那所以我们 盗窃物 实得一失物 是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 那 来 还是看一个案例 这个 回归本题 回归本源 那 咱们看这个挖掘机的案例 无权处分人 及转让人 对于机器设备的战友 是因为甲将该设备出制给乙 咱们说的这个案例是出制 阳台素这个案例是保管 因此乙是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该机器设备 假设该机器设备是由乙从甲处偷得 再由乙出售给丙 此时即使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 也不能构成善意取得 否则善意取得制度 可能被用于销赃 可能被用于销赃 脱手物是不是可以算无主物 当然不是啊 这沈能同学 你马路上钱包掉了 我说你的钱包无主物 捡起来算我的 那行吗 是吧 这一会儿当然咱们会讲 实得一失物会讲的 好 咱们2019年考试当中考过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假 假跟乙两个人呢 这个岁数大了 嘴里说的是乙写了个饼 假跟乙两人正在商量 一个关于挖掘机的买卖合同 但是呢 双方没有签订 假觉得看你这小子不是特别地道 是吧 我不想把我这挖掘机卖给你 所以假拒绝跟乙签订 关于挖掘机的买卖合同 乙一听急眼了 找了个会开挖掘机的司机 月黑风高之夜 冲进了假的仓库 把这挖掘机都开走了 然后已把这台挖掘机卖给了饼 问你饼是否是用善意取得 我们说不是用善意取得 为什么呢 以对挖掘机的占有 不是基于真权利人 假的意思 对吧 不符合咱们这一条的条件 以对挖掘机的占有 不是合法占有 不是基于假的意思 占有的标的物 有人说 昨天说的沙发 跟这个脱手物有什么区别呢 沙发是别人扔在那的 明确抛弃 动产扔在那的 钱包是你不小心掉了的 这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仪式物咱们别着急 一会儿一会儿讲 饼怎么知道已是偷来呢 饼不需要知道 只不过假去找饼的时候 饼必须返还原物 这就是法律的规定 好 这是关于最上面这个案例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善意取得的效果 善意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相应的原权利人所有权随之失去 那所有权灭失了 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那原权利人有权向无权处分 之转让人请求损害赔偿 好 这里面暗含了一个条件 我们说善意取得 其实有一个暗含的条件 就是它一定跟无权处分相关 跟无权处分相关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假有一台相机 出租给了以 出租给以之后 然后以作为成租人 丙叫什么呢 真权利人 以试驾 把这台相机出售给了善意的饼 并以净交付 好 第一个问题 饼能不能够善意取得相机的所有权 可以吧 你看首先善意吧 试驾吧 动产已经交付吧 以是不是基于真权利人 意思是战友标的五 是 以是成租人 所以饼完全符合善意取得条件 可以善意取得 好 这个时候呢 饼又把这个相机出售给了丁 比如说这试驾 1000元 试驾 这饼用了用这个相机 这个觉得不好玩 不想用了 低价出售给了丁 200元 出售给了丁 也已经交付了 那丁呢 对于这个相机的来龙去脉的完全知情 他知道这个相机啊 其实是假的 然后这个假是出租给饼的 饼又卖给了饼 丁 这个丁 对前述的这一大堆相机的来龙去脉 完全知情 好 我问你 丁能不能取得相机的所有权 能不能 这个80%的同学给我掉进了坑里 我跟你说 丁完全可以取得相机的所有权 为啥呢 我刚提醒过你了 善意取得的条件 前提是无权处分 这里边已是无权处分 那丙是怎么样啊 丙已经善意取得了 那丙是个全部人啊 丙对相机的所有权没有任何的瑕疵 对吧 那丙愿意卖200就卖200 丙愿意白送就白送 是吧 只要他们俩意思表示一致咋都行 哎 有同学说的很形象啊 这个已经在丙这儿 相机的全熟洗白了 来 那这个相机到丁这儿 愿意200就200 愿意0元就0元 愿意1万就1万 那丁怎么都可以 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交付之后 都可以取得相机的所有权 那 嗯 明白了哈 哎 这个就是善意取得的效果 那善意取得的效果 好 我们最后通过一个案例 回顾一下上面的知识点 那 善意少人丙通过善意取得制度 获得机器设备的所有权 原所有权人甲因此失去该机器设备的所有权 但获得对无处分权人已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所以我们说 丙作为善意第三人 法律给予了更强的倾斜和保护 丙取得了什么呢 误权 那 那甲误权遭受了蔑失 但他没有任何的补偿吗 不是 甲拥有了一项债权 用债权的方式去保护这个失去财产的价 那 法对丙的保护成果更高 那法保护物的流转和交易秩序 那 好 那说已要和丙串通 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利益吗 那就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了 是吧 那 那丙还能善意吗 那也不能善意了 好 这是咱们善意取得的前两部分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 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原理和道理 其实善意取得的条件呢 主要是那三个 善意 试驾 动产 已经雕覆 那还有一个 这个偶尔考的基于真权利人意思 占有标的物 但是他的原理呢 其实在后面很多章节当中都有非常深刻的应用 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第三点 咱们前面讲的主要是以动产为举例的 那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呢 也可以 共有物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呢 限制物权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呢 都适用 来看一下 上文当中 有关善意取得的条件 效果的介绍均围绕动产展开 以便理解 在此基础上 还需对其他情况下的善意取得有所认知 第一个 不动产的 那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呢 与动产相似 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动产是怎么样 交付为要件 那不动产呢 应当以登记为要件 那不动产以登记为要件 那这是公式方式有所区别 第二个 我们说对于善意的认定 不动产呢 他善意的认定跟动产 也是有不同的区别的 因为不动产 他物权变动 就是以登记为要件的 所以不动产 对于善意的认定 情形更复杂一些 那对于不动产转让 那具备下列情形之一时 应当认定不动产 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从而不构成善意 以下情形 12345都不构成善意 所以都说该下楼做核酸检测的情维家 可以可以 压压同学去吧 快去快回 第一个 我们说存在有效的意义登记 是不是跟他们昨天说 那个什么小三和原配的故事 硬和上了 对应上了吧 有意义登记的 那你还能卖吗 你硬卖也可以 但是那你的第三人 能够认定成善意第三人吗 不能 是吧 有效的阻断你的交易 好 第二个 预告登记有效期内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这我们昨天也讲了吧 预告登记正是由于这样的效力 才能够发挥作用 第三个 登记部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 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 决定查封 或者以其他形式 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 第四个 第五个 简单了解 他已经知道权力主体错误 已经知道 这个他人依法享有不动产误权 这个可考性的不高 主要是前两个 跟咱们前面的 可以融会贯通的 考的比较多 好 这是关于不动产 后面我们来看一下 共有情况下的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的认定 咱们回顾一下 上节课刚讲的 无权处分 前面对应的是 共有物的处分吧 共有物的处分 安分共有什么条件 共同共有什么条件 还记得吗 上节课刚讲的 安分共有 三分之二以上 份额的同意 共同共有 全体共有人 一致同意 是吧 好 没问题 好了 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六个人 安分共有 等额安分共有 还没达到四个人 就三人同意了 那怎么样 无权处分了吧 是吧 六个人共同共有 五个人同意了 没有全体一致同意 那怎么样 无权处分了吧 好 无权处分 怎么办 如果共有人之一 未争得其他足够共有人同意 当然 安分和共同是不一样的 善将共有物的所有权 转让给第三人 该转让行为 构成无权处分 效力待定 其终局的有效性 取决于其他共有人 是否追认 但是我们上节课就买了一个伏笔 如果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那如果第三人不知情 并且没有义务知道 所受让的标的物存在其他共有人 或者虽然知道存在其他共有人 但不知并且没有义务知道 共有人转让标的物时 未争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那怎么办 第三人即构成善意 如果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 动产已经交付 不动产已经登记市场价格 第三人可凭善意取得 而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来咱们看一个案例 甲乙丙三兄弟共同继承 一幅古董字画有甲保管 看到这 共同继承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告诉我 什么共有 什么共有 共同共有 三兄弟嘛 家庭关系 好往下 甲擅自将该画以市场价格出卖给丁 并已经交付 来关键词有没有 有了吧 市场价并已经交付 那丁对该画的共有权属关系并不知情 好那我们说 是不是满足了善意取得条件 善意 市价 动产 已经交付 对吧 所以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丁可以怎么样 善意取得 一旦善意取得的话 那还管他 追认不追认吗 不需要追认了 善意取得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 所以正确的应当是C选项 无论乙和丙追认与否 丁均可取得该画的所有权 那应该选择的是C选项 好 这条题就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条题啊 有一个这个陷阱提示 我需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咱们再把这个关系进一步理清 本题的选项啊 其实是具有一定迷惑性的 值得进一步探究 先回忆啊 导致误权变动的原因有两类 那一类叫做法律行为 即误权行为 一类呢叫做其他原因 即法律规定 好 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 可以肯定的是 误权行为是效力待定的 至于受业人能否获得标的误物的所有权 有两种走向 第一种 假设原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予以追认 则受业人无论善意与否 均可以获得标的误物的所有权 这个时候你来告诉我 这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所有权 基于什么情况下取得的误权 这是基于法律行为取得的误权 是这样吧 如果追认了 对吧 咱们这没说善意取得 是效力待定之后被追认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一经追认 那怎么样 转变成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吧 那基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怎么样 这是基于法律行为的误权变动 好 那假设原权利人没有追认 或者拒绝追认 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时 善意上人可以凭借善意取得制度 取得标的误物的所有权 这个时候误权转让的原因 是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 对吧 所以我们说上述行为 括号一的情形 它是一种既受取得 因为人追认了 那你就是从真权利人的手里 拿到了这个所有权 既受了所有权 那下面善意取得呢 它是一种原始取得 我们又进一步的把善意取得和无权处分的关系 再把它逼清楚 那 好 最后我们翻过来 第76页 咱们来看一下限制物权的善意取得 那限制物权的善意取得 我们说抵押权制权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简单了解 举个例子 假将设备质押给以 以作为制权人 有权占有 但无权处分 是不是跟咱们前面那个挖掘机的案例是一样的 以此后将该设备转制给不知情的 丙 转制啥意思呀 以本来就是制权人 他在把这个设备质押给丙 这个时候叫做转制 这个行为 丙 在满足善意取得条件的情况下 也可以善意取得该设备的制权 所以不光咱们刚才讲的所有权 适用于善意取得 制权也可以适用于善意取得 好 这一部分 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那善意取得制度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吧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而且不难 它背后呢 有非常深刻的这个法律的含义 和法律的意图在里面 咱们理解这一点 便于后续章节的学习 好 后面咱们进入第四点 叫做所有权取得的其他特殊方式 其他特殊方式 一个叫做白简 第二个呢 叫做天 叫做天赋 咱们先来看白简 白简叫做 实得一失物 发现埋藏物 与先占 咱们主要讲的是啥呢 实得一失物 那实得一失物 咱们来看一下 实得一失物的法律效果 咱们小时候都有一个歌谣 叫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马路上捡了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和里边的钱属于你吗 属于还是不属于 你捡的 不属于吧 是吧 所以 那这个钱包属于谁呢 人原来是谁的 那就应该属于谁吧 对吧 咱们没有这个丛林法则到这个程度吧 是吧 你掉钱包你活该 捡起来就是我的 没有吧 是吧 那咱法律成鼓励什么了 不能是吧 那一失物的所有权 仍归属于原所有权人 实得人不能够通过实得行为 取得一失物的所有权 能理解吧 好 第二个 你在马路上捡了钱包 你要干啥呢 你在马路上捡了钱包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两种方式 第一个 积极的 找到 仪式人 把这东西还给他 法律语言 叫什么呢 及时通知权力人 领取 这是一种 是吧 第二种 怎么办 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 送交 公安等 有关部门 这两种方式 都是可以的 好 这两种方式 再往下 比如说我以前也丢过 比如出门出差 然后那箱子 落出租车上了 这个时候啊 人家出租车司机 捡着了你这个箱子 好 我呢 想让他给我送回来 这个时候我问你啊 人家出租车司机 合理的 比如说油费 等等 这些费用 你应不应当 对人家进行补偿 应不应当进行补偿 应当吧 对吧 翻译成法律的言 叫什么呢 时德人 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 对吧 你箱子 调人出租车司机 这车上了 那是不是出租车 师傅 那司机 人家是时德人呀 人家为了归还 那你的这个遗事物 发生的合理费用 是不是可以要求你偿还啊 可以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一定是合理范围内的费用 这师傅说 我这做了个那个火箭 来给你把这个 你这个辣的这箱子 给你送回来了 我说这师傅你别还了 把这箱子归你了 你这火箭的费用 我可包不起 那不行 一定是合理范围内的费用 对不要了 还有在仪式人 如果发出悬赏广告的时候 我就老看见 我们家小区门口 狗丢了 这个时德的赏500块 还有一次我还看见过 我以前住那个北京叛家园 我们那个楼道里有一个说 猫丢了 悬赏了 5000多块钱 我都想出门给他找 是吧 但那这种他允诺了 识德人 5000块钱的报酬 我真找着了 我给他送上门 他要不要支付我这5000块钱 要吧 对吧 那 仪式人发出悬赏广告时 归还仪式物的识德人 还享有悬赏广告所允诺的报酬请求权 那 好 这是十多人的权利 那 好 咱们再来看一看 怎么说重金求子 这啥呀 这别瞎说啊 咱们这个 这个严肃的法律课堂 那 好 有关部门怎么办 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 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 比如说里边有身份证啊 等等这些 那 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 遗失物 自发布招领公告之起 一年内无人认领的 归国家所有 这两个都是客观题非常爱考的考点 要记住啊 时间一年内 第二个 无人认领的归谁所有呢 归国家所有 考试里特别爱混淆你的 问你归十多人所有 那能对吗 肯定不对 对吧 一定是归国家所有 那 好 这是十多一失物的法律后果 那 我们这里面啊 讲的都是乖孩子 对吧 在马路上捡了钱包啊 要么 等着十多人 等着所有权人 要 要么上交给警察叔叔 是吧 好 我们后面啊 看看如果是个熊孩子 怎么办 什么叫熊孩子呢 他捡着 一个 东西 然后把这东西啊 给卖了 那 处分一失物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后果 咱们前面刚讲过 识得一失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适用还是不适用 叫做什么 不适用善意取得 和适用善意取得 是吧 比如说 我捡着一个 这不属于国家文保范围内的文物 然后捡着一个这个价值普通的这个文物 有一个大爷坐公交 拎着一个82年的一瓶名酒 这也不能算文物 还就是宝物吧 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拎着这一个很名贵的一瓶酒 82年的茅台 然后呢 拉公交上了 被我给食得了 我呢 一看本来想自己喝的 后来一看爱喝威士忌 不爱喝茅台 是吧 你这82年拉费就好了 不行 我这个呢 就捣手给卖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买家 能不能善意取得这瓶名酒的所有权呢 我们说不能 那不能善意取得 什么意思呢 到时候那大爷找那个买家要酒的时候 那个买家要不要 把酒返还给大爷呢 需要 所以我们来看 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 有权追回遗失物 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 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大爷找我来要钱 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非常 第二个 选择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旨 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 可以要钱 也可以要原物 这里边受让人就是我这酒卖谁了 谁就是受让人 明白了吧 那同学说如果被喝了怎么办 喝了那就返还不了原物 那就只能赔钱了 那同学说如果找不到受让人呢 那就让我赔钱呗 所以咱们法律对于 遗失物的所有权人 有充分的保护 不适用善意取得 好 这里边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形 你比如说我这瓶酒 因为我觉得这个价值很不错 我就卖给了下家 我的下家是一个拍卖行 你比如说大爷的酒 丢了 给了我 我呢 把这酒给了拍卖行 有一个拍卖行给收购了 然后我们爱喝酒的陈某 通过拍卖方式 购得了这瓶82年的茅台 好 那你说到时候这大爷 他最终去找受让人 谁呢 这酒在谁那呢 在陈某那了 在陈某那了 他去找陈某返还原物的时候 你说陈某是不是有点冤啊 为啥呢 陈某他信誓旦旦的说 我是从非常正规的拍卖渠道 去购得的这瓶酒 是吧 陈某也挺冤的吧 问题来了 大爷能不能要求陈某返还原物 能不能要求陈某返还原物 大家说不能 错了 可以 为啥呢 实德一失物 不是用善意取得制度 对吧 我不能善意取得 拍卖行不能善意取得 陈某不能善意取得 要不然这不就给销赃提供便利了吗 所以大爷 找谁 谁都得把酒返还给他 但是我们法律保护这个情形下 特别冤的陈某 怎么办呢 在上述选择二中 有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受网人通过拍卖 或者像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 购得该一失物 权利人请求受网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人 大爷 请求受网人陈某 返还原物的 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 应当支付受网人所支付的费用 你比如说陈某 在这个拍卖行花了2000元 购入了这瓶82年的茅台 好 那大爷能不能找陈某把酒要回来呢 可以 但是大爷必须把这2000元 先给到陈某 好 那我同时说大爷亏了呀 没关系 大爷可以来找谁来找我 我应当把这2000元赔偿给大爷 就这个意思 权利人向少人支付所付费用后 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大爷可以来找我 让我给他赔这2000块钱 我要是没钱呢 强制执行我的财产呀 是吧 告我呀 把我房子卖了 处分遗失物 为什么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的 我们国家法律明确规定 不给这个处分遗失物啊 销赃行为啊 等等这些制造法律的便利 好 使得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因为善意取得的条件之一 是转让人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标利物 如果转让人 转让的是遗失物 则并非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 合法占有 好 那实得遗失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咱们来看一道题 以实得假丢失的手机 以市场价500元出让给不知情的旧手机商 饼 根据误权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营党员一看到这个旧手机商 很兴奋啊 说这是什么 这个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 来 同学们咱们看一看 那这个里边 饼是谁呀 饼是受让人吧 对吧 这里边的饼 跟我们刚才这个案例中的陈某 是同一个位置吧 是吧 这饼 它是什么旧手机商 它是什么拍卖行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吧 对吧 所以这个不要往那想 那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以实得手机后 假即失去手机的所有权 这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选项吧 仍旧是以的 那第二个 以将手机出让给饼的行为 属于无权处分 这个是对的 无处分权 C选项 假有权请求 以给予损害赔偿 这个是可以的 以要么 假要么找以要钱 要么找饼 要手机 D选项 假有权请求饼返还手机 但应向饼支付500元 需要支付吗 大家别乱了套了 我们说的是饼 如果它是拍卖 拍来的手机 或者像具有经营资质的 经销商购得的手机 那这种时候 我们说要给饼补偿 给饼500元的补偿 但是饼的手机哪来的呀 就是从以个人那买来的吧 对吧 没有说以是什么潘来行 没有说以是什么具有资质的经销商 所以需要给饼补偿吗 不需要 那所以B和C选项是正确的 你看这个预知同学还掉坑呢 我们说了 这里面你要看以 那受让人是从具有经销资质 或者拍卖资质的 转让人处购买的 我们才考虑给他补偿 那但这里边受让人是手机商 饼啊 我们要看以 是不是具有拍卖资质的 是不是经销商 那要求以是才可以 那 好了 这是咱们2019年的这个多元题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 好 这是实得一失误 后面先占呢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 所谓先占就是以所有权人的意思 占有无主动产 特殊情况下 先占人基于先占行为 取得无主动产的所有权 这个我们昨天讲那个沙发的例子 简单讲过了 这考试基本上不涉及先占 好 后面天赋 我们来看一下 天赋 什么意思 就是法律上的这个天 这个富 不是你那个天赋一柄的天赋 我们天赋呢 可以分为复合 混合和加工三种情况 先有个感性认知 先有个感性认知 第一个我们说复合 啥意思呢 复合就是 比如说油漆 漆到了边上这堵墙上 动产复合于不动产 那我这个钉子 钉进了这个木箱里 动产复合于动产 这个叫做复合 那好 第二个混合 啥意思呢 最典型的 我这一杯 那我这自己做了一杯拿铁 那拿铁是什么呢 咖啡加牛奶 对吧 两个东西混在一块之后 咖啡动产 牛奶动产 两个东西混在一块之后 变成蜜底调油了 不分你我 不分彼此 分不出来了 好 这种叫做混合 那第三个 加工啥意思呢 比如说 我这是一张宣纸 那 这我这一张宣纸 然后我是作为一个知名的作家 我在上面画画 这画了一皮卡丘 这种情况下叫做什么呢 叫做加工 我把我的智慧 创意 艺术造诣 附着在这张 这个动产之上 这种情况呢 叫做加工 当然还有比如说雕刻珠宝啦 等等这些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情况 物权的归属 对此 天赋发生后 有两方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 第一个 合并后的东西归谁 第二个其他人如何来 补偿 对此 民法典的原则 是因加工 复合 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 有约定的 按约定 没有约定的 依照法律规定 没有规定的 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 以及保护 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 那 法律对天赋的处理原则是 尊重约定 效率优先和坚固公平 你看这一大段呢 看不出来 它到底有什么意思 对吧 咱们还是要看 后面具体的规定 那 首先来看复合 复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 密切结合 构成不可分割的一物 比如说 动产复合于不动产的 物 这个钢筋 作为动产复合于房屋 不动产之上 那 我们认为 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取得钢筋的所有权 就这意思 因为不动产的价值 往往比动产要大 这是第一个 那动产复合于动产之上呢 动产与他人之动产复合 非毁损不能分离 或分离需费 需费过剧者 各动产的所有人 按其动产复合时之价值 共有合成物 你比如说 每个人出一块木板 定成一个箱子 好 那我们箱子的所有权人 由各个木板的所有权人共有 那复合之动产 有可视为主物者 该主物所有权人 取得合成物质所有权 你比如说 尤其漆在他人的木板上 那木板 我们大概率还是木板 黄花梨的木板 他上面刷了一层漆 哪个价值高 木板价值高 木板是主物 这上面 由原木板所有权人 单独取得 由漆之后的木板所有权 那 我们说 纹身算是动产 复合于动产吗 哎呀 这个大家非得把自己当成物 复合 那简单了解 第二个 混合 所有权 不属于同一人的动产相互混杂 难以识别或分离 称混合 关于混合 确定所有权实准用动产复合的规则 跟上面一样 能共有的就共有 第三个 加工 这个有意思 在他人之动产上进行改造或者劳作 并生成新物的法律事实 比如说 把木板加工成板凳 在他人所有之物的表面进行书写 素描 绘画 印刷 雕刻 等劳作行为 通过对一项或数项材料 加工或改造而形成新物之人 只要加工或改造的价值不明显低于材料价值 即取得新物的所有权 你比如说 这个 知名画家 拿着一张别人的宣纸 在上面画了一幅画 那你说 是他这个加工改造的价值大 那是他人家这个画的价值大 还是这张宣纸的价值大 当时人家画的价值大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当认定 谁画家取得新物的所有权 那你比如说 我在这画 那确实不好说 我可能这画还没人这张宣纸值值钱呢 好 新物所有权取得材料之上的寄存权利及消灭 对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这课上也经常画一些 这个我这个画画水平不瞒大家说 非常差 我小时候上那个水彩课 老师都静待说 怎么还有这小孩能这么笨 画的这么刺 对 好 最后 因一方当事人过错 或者确定物的归属 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 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你比如说 这个宣纸 人画家画完了 把这画拿走了 因为所有权人属于 人家工人嘛 对吧 属于画家嘛 那这宣纸可能也值点钱 对吧 这种情况下的应当给予 这个宣纸的所有权人一定的补偿 那 好了 那咱们第三节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咱们整个所有权部分 通过两节课的时间 一个是共有 一个是善意取得 一个是实得一事物 实得一事物是咱们客观题 比较爱考的考点 共有和善意取得 都是主客观题的高频考点 那所有权这部分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完了 好吧 那咱们正好一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4点20分回来 进入咱们用意物权这一部分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